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2699集 王总口中所说的臭婊子 指的自然便是他那个跟楚剑祥跑了的老婆了 张胜离听后顿时是欲哭无泪 我也知道你姓楚的死生活有点混乱 可你们在伤害她的同时也伤害了我 我的钱 我的心血 全都在你们的抱负下被糟蹋了 我找谁去送我心里面这份苦啊 现在愤怒其实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张胜离也没有特别愤怒 而是把事情摊开来说了出来 可以来我这儿当个经理什么的 王总干笑了一声 李生也赶紧补充 咱们可以联手做生意 赚了算你的 赔了算我的 等等等等 张胜离打断了两个人 这话怎么越说越偏了 反倒好像是你们在提恤我呀 这事情的根源 是你们的报复行为 导致了我高达七千万的财产损失 而且你们这是违法的行为 我要讨个公道 我损失的钱财你们都得赔偿给我 七千万 你把我们两个的家产全都卖了 也不止七千万 这个钱我们赔不了 王总摆了摆手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王清云则眼神冷冽 到了王总跟前 哎呀小伙子 我说的是真的 这厂子也不是我自己的 我只是占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一年也不过赚个两三百万 上哪去弄七千万呢 迫于王清云的淫威 王总急忙解释 还是那句话 豪瀚不知眼前亏 我是搅拌站的老板 规模虽然不小 但也不是我自己的 我也是只占了百分之三十股份 五年前航行好的时候 一年能赚个四五百万 这两年环保差的严 去年赚了不到一百万 还都是新股钱 七千万对于我来说 也是天文数字啊 你别看我们和张总都是总 但不是一个量级啊 差得太远了 李生也是满脸尴尬地说道 这时候张凡说道 那就慢慢缓 张胜利遭受的是无妄之灾 实在有些冤呢 无论是出于公益还是私交 张凡都不能眼睁睁看着 张胜利的利益被侵害 听到张凡这话 王总和李生的眉头一皱 二人都不太愿意 接受这样的结果 你们不愿意也没用 这件事情已经不可能跟随你们的意志而转移了 张凡说完 便拨打了萧冲的电话 灵异事件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自然是要由灵异部门的警察来处理 但一切都需要按照法律来办 喂 张先生 老肖啊 有时间吗 有啊 最近一直在部门里面学习文字型的东西 这身子骨都快生锈了 您给我打电话是有事吗 我这儿有个案子 需要你过来处理 没问题 您在哪儿呢 我马上把位置发给你 挂断电话之后 王总和李生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询问张凡给谁打电话 张凡根本没有搭理 奇迹败坏的两人 想把张凡 黄青云和张胜利赶走 张凡直接用真气把两人束缚住 并且把两人嘴巴都给封住 他约过了两个小时 萧冲便进到办公室了 张凡这才撤下了 时下在王总和李生身上的真气 你是谁 来我这儿干什么 王总看着没穿警服的萧冲 厉声质问 哼 抓你们 萧冲来的路上 张凡已经把整件事情 以文字形式发给萧冲 萧冲已经把案情 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不等两人说话 便看到萧冲掏出警官阵来 递在两人跟前 看仔细了 特殊部门 王总轻声地嘀咕 李生也说道 这 这应该就是红先生说的特殊部门吧 红先生 这红先生很有可能便是不知聚合镇的阴鬼 张凡直接把这个问题给问了出来 王总说道 对 就是他帮我们做的这事 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 让楚建祥架破人亡 可是红先生说 他做鬼是有底线的 他不想杀人 我们就退而求其次 让楚建祥破产了 这个红先生在哪 他什么实力 都是红先生主动过来找的我们 他什么实力 我们不清楚啊 我们只知道 他很厉害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红先生 红先生唯一的血脉 也就是他的孙子 李家上年轻气盛的时候 曾经因为打家斗殴进过监狱 对于这样的人 大多数企业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 从里面出来以后 没有厂子愿意收留 我看李家上体格还行 就把他留下了 让他在生产部门 干点切割搬运的活 据李家上自己说 如果不是我收留他 他没有饭职 或许就回去喝药了 百草窟他都准备好了 小伙子能力还是不错的 在我这儿没干多久 就找到了客户 半年时间里借了六十单 比大多数的销售部的人 借的单都多 所以我就把他调到了销售部 在我这儿干了两年 买了车买了房 还有了孩子 是我们这里销售部门的副经理 红先生是今年 才得知他还有一个孙子 得知了孙子的经历 专程过来感谢我 说可以帮我做一件事 我和李生一合计 就弄了这么一个局 说到这里 王总又妄想地消充 警察同志 其实我们也不想在报仇的时候 牵连别人 给别人带来损失 可是 他的钱都在张总的项目里 我们一时心急就犯了糊涂 还请您 请您高抬贵手啊 能不能高抬贵手 不在于我 而在于张总和别的小股东 你们如果可以做出赔偿 获得张总 以及其他小股东们的谅解 惩罚自然就是可以轻得多了 张总 张总 王总和李生一听萧冲这话 都朝着张胜利 投去了一丝祈求的眼神 萧冲见了 一挥手说 这里也不是办案的地方 咱们先回市局 看看最后 该怎么处理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